歡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聞 我是陳志根 洛杉磯縣消防局近日舉辦 亞裔媒體日 介紹目前 洛縣消防局面臨的問題 挑戰和更新計畫 以及撥打911緊急電話急救的嘗試 局長奧斯柏表示 隨著極端氣候助長 火災 水災和其他災害的發生 縣消防局正面臨全新的挑戰 在規劃未來的同時 希望得到社區的支持 以及聽到社區的意見 洛杉磯縣消防局局長奧斯柏表示 在洛縣消防局接到的911電話中 與緊急事故有關的占到了84% 而且這類需求不斷增加 在過去10年來增加了近50% 另外洛縣消防局的通訊系統 已经使用了近30年 早已經與現在的無線網絡 和其他現代數字系統不相容 由於缺乏資金 在科技不斷變化的趨勢下 消防員和醫護人員仍被迫使用 成就過時並且不可靠的無線電和通訊設備 當天活動的華文媒體召集人何美美表示 洛縣消防局工作量加大 但是設備成就老化 並且資金不足是一個事實 華人社區要給予足夠的關注 今天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 能夠讓我們社區的民眾了解到 我們這個消防局所需要的這個需要 這些需要也許看起來 不是我們每一天每一個人都所需要的 可是你要終關我們整個社區的話 實際上它為我們在公共安全 不管是在人身的安全 醫療的需要方面 以及譬如說車禍 消防 火災等等這方面的需求 實際上洛縣西的消防局是站在第一線的地位上 為我們民眾提供服務 今天做這個活動 第一點是希望我們的民眾朋友們 能夠了解消防局的重要性 以及我們資金短缺所造成對我們自己每一天 不管是我們家庭或是我們企業上面 可能遭受到的困難是有一定的威脅 所以希望經由這場活動以後 我們的政府不管是縣政府或是州政府 或是聯邦政府能夠了解到 對於我們所有的這些民眾來講的話 他們在對於提供資金方面 希望能夠多多地為我們所有的人考慮一下 911調度中心的華裔主管Melinda Choi表示 如果民眾使用手機報案 手機塔台因為用量的關係 911調度中心無法確認報案民眾確實的位置 他建議在撥打911電話時 要準確地報告所在位置的地址以及現場的情況 讓救護人員到達現場的時間最短 盡可能地使用家裡或者公司的電話報案 中天中旺採訪報導 中天中旺採訪報導 我們待即將忍著